但是路灯还是亮的 外边天还热不止麻黑的 现在已经是早上大概七点一刻了 今天是1月3号 星期天 我们待会吃完早饭出发 今天准备来一次 今天准备来一次阿登山区的穿越 我估计来回里程 大概在250到300公里 只要去看一看那边的雪 去看一看那边的雪 因为大概从圣诞节的时候 那边就开始下了 那边的海拔从300米到600米最高 这边是没有雪的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去看个雪 如果再不去的话 明天也工作日了 如果没有时间去的话 估计雪很快就化了 所以趁着今天最后一个休息日 准备去耍一下 好吧 待会到了山区以后 咱们再开始录 然后路上会录一些行车视频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现在拍一下记录一下这个里程 你看我现在这个拍不出来啊 我现在这个Trip1的里程是764公里 就是这一箱油已经跑了764公里 然后油的话还剩个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吧 我估计今天还得加一会油 到那边再说吧 我已经走到了个巴士桶 这个城市的外围了 我沿着这条国道一直走 居然错过这个城市了 这城市在那个方向 对于我要再再掉个头往回走了 都走了一小段啊 这边气温是零下-1度-2度的样子 凉风收收啊 下来透个气 然后重新走 刚才我一直没开导航嘛 没用导航 所以居然走过了 这是国道 N4国道 往前走 一直走的话 就可以到了个卢森堡的 卢森堡的一个大公国 一个小国 好多了个长期长车位啊 这入口人 好了 我们到巴士桶里了 这是停车场的入口 在写着免费的 咖啡的 人家 你看这城市多好 人家那个规划就是为了吸引游客的 因为这边是山区嘛 吸引旅游资源 人家政府专门修了一个这么大的停车场 这个很有眼光啊 这是免费的 我们现在走几步到前面 就是它的中心广场 这个城镇的 到处都是雪啊 感觉好冷啊 东海都 负二度可能 你看这当地的车 这是那个斯科达烟铁 上面这个雪这么多还没冻过 整天当地人家就没有完全冻过 太可爱了啊 土 哦这是老的那个 哦是维特拉耶 哇 我超喜欢的维特拉 咱们就走到它的中心了 这个城市一个地标 在它的中心广场那放了一个坦克 在阿登地区像这种坦克特别多 很多那种小镇的中心广场都会放一个坦克 而这些坦克也不是模型 都是很真实的 爱战时候把这留下来的那些 上面有很多那个弹孔 就在那 旁边就是一个纪念馆的一个入口一样的 这个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爱战纪念园 包括那个飞虎队 包括美军那个什么101空降师有一个博物馆 在那个方向 我们走了一大圈 又走到这个城市里面了 我对这边比较熟了 曾经在这 徒步过 把车挺大宅的 哎呀 这个是个中心广场 因为这个路牌显示的 我刚才应该从这个城市进来的 结果我从这个这个出口那个入口过来了 绕了一截 为什么还不切换呀 他等这个红雨灯 准备过去 这边挨着那个卢生堡的边境 那辆车是卢生堡的 这地方你 你卢生堡边境 往这条路往那边走 我估计开车可能也就10分钟就能到了 10分钟就到边境 就到那个卢生堡的边境了 就这个方向 咱们现在就往那个大的烈士林园 那个基点园 爱战基点园走 拉护士 以前都来过 以前来过这个雪比这个海大 因为冬季得挑时候 你看 我记得上面有弹孔一样的 被那个打的那个 这个 那一军事迷的话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型号 1944 就是爱战的时候 你看那个被打的上面那个都歪了 现在这个弹孔 这是弹孔吗 这不是好像排气的 这个铝的 啊这个 这个一看就是打的 这个一看就是当时那个引流下来的弹孔 怎么样 USA 啊 往那个方向去 是他小镇的火车站 然后那个地方就有一个 就是你刚才我说那个101空降师的那个纪念园 然后这里面也是一个游客 类似于游客中心样的 然后到处都是那种爱战 你能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很多爱战的元素 好多的雪呀 你看这个就是爱战的那个纪念的那个展板 你看都是爱战的时候 美军的那个局部的那个威斯利 这个全身到处都是的 在阿登地区这种场景特别常见 好了我就继续往那边走了 到了那种旅游旺季的时候 七八月份这边游客 非常多 游人如知啊 以前来的时候 这个两边都是那种餐馆 因为正中心在那嘛 所以两边都是餐馆 所以夏季的时候也是度假的地方 圣诞 圣诞 圣诞老人 我们现在的方向就是往那个就是往那个纪念园去 我们打算徒步过去的嘛 本来今天出来就是为了走路 这个餐馆应该很有特色 修复 那个啤酒我比较爱喝 这是披萨 意大利的人餐厅开的 意大利 扑克克邦迪 这是他的中心地带 到处拍一拍 还都是雪啊冰啊 哦 哇 掰不动一动起来了 哎呀好结实呀 这小人 这水现在也不流了 这冰哦 这个冰应该挺厚的 动了好几层了 因为一直都零下 持续零下这边 以前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找停车位 在这边开进来 把车停在这儿 我媳妇 在这儿 这儿看多好看 可惜 今年因为疫情啊 要不然现在人肯定很多 我们本来想去那个 他们这边那个国家公园最高峰那边 690多米 这个地方我估计可能是三四百米 那边那个更高的地方呢 前几天政府专门发文 静止去 他把那边路都给疯掉了 因为这个Covid-19这个事儿很烙的 他怕担心大家扎堆过去嘛 你想想去年年初的时候的疫情 看一下那个爱战的元素 很多人爱战的那种那个 在这种地方 买这种这种纪念品应该就特别多了 刚才我说什么呀 就是政府为了防止人到那边聚集嘛 因为以前大雪的时候 我们去过 那个地方特别适合 那个雪特别厚嘛 可能到这个膝盖位置都没问题 特别爽 正好这几天雪又多 但是正好又是假期 所以政府也是防患未然 就把这个事儿给取消掉了 这是一个什么呀 又是挂着美国国旗了 然后美军了个什么东西 这是电影院吗 《Aliversal Battle of the Borgia》 这是一个纪念什么战争的 一个周年纪念75周年 1944到2019 巴斯东年 这个是纪念当时 以前的 到处都是该医地 新肺服输的一个救援的 75周年 这可能是去年的 感觉这是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博物馆呀 这挂的全是这种 美军那个时候的那些 巴登将军啊 是全是这个当年 这个这个飞行员 这个可能就是巴登 我估计 应该是吧 这是五星上将 四星啊 这是四核心的 哇 这个应该都是美国那个高层 看起来特别有时代感啊 哦 咱们往那边走咯 山区的石头房子特别多 像这种石头器的 这种文化 车外墙一看砖 这是那种砖砖头器的 公标车 巴登 我们就一路往那边走 现在在城里面 待会得走到城外 刚才挺坦克的地方 刚才挺坦克的地方 也是个大停车场 在这中心地带 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是收费的 所以我就直接停到那边了 个哈腿 哇 这个地方也有免费停车场 哎呀 这个叫什么呀 不呆里 阿西亚特 这是什么地方的那个菜啊 全是不选 感觉就是那种那个什么 那个 都是那个土耳其烤肉那种 哎呀 风好凉啊 凉酥酥的 到处都能看到爱战的那个 卧槽 这个地方也要戴口罩 easy mask off 那句话 我们根本就没戴 没戴口罩 哇 你看这个像 帅吧 在这边 哇 人家都戴着口罩 我没戴完蛋了 在车上面放的 看着那边 稍疯